一群暴徒强行霸占了医院 警察接到报警赶来 可下一秒 在这个地区法律根本没用 院长只好求助当地最有权势的黑帮老大 他名叫黑龙 警察不敢管的是他管 警察不敢杀的人他杀 只是使了一个眼神 手下就打电话摇人 数千名小弟赶往医院 可下一秒还是被打了出来 显然这群暴徒不是等闲之辈 暴徒还打电话挑衅黑龙 说道 这个地区最有权势的黑帮老大不过如此 警察被我打得落花流水 你派出的手下也被我解决 我有上千的小弟 现在我将接管你的地盘 听到这话 黑龙丝毫不慌淡定地抽着雪茄 原来他派出了手底下最强战神 大名鼎鼎的拉西 他曾徒手干掉了五万暴徒 猎杀正式开始 三个小卡拉瞬间从外面飞了进来 拉西闪亮登场 时间都为滞而漫放 那强大的煞气将玻璃渣子震飞 这群小卡拉还不知死气将至 听到男人名叫拉西 大声地笑了起来 反手一拳小卡拉转了五万圈 摔在地上暴毙而亡 哭持一拳直接升天 反手一耳瓜子躲过攻击 抓住双手一个超级过肩摔 小卡拉瞬间去了西北 光光挡住进攻 一脚紧接着一个大的瓜子 在空中停留了八万米 抓住五米长的铁棒 腾空旋转七千三百度 落地一瞬间将小卡拉送上太空 一脚踢飞一个 一拳打倒一个 下一秒使出后空翻踢飞小卡拉 用大腿夹住脑袋完成绝渣 小卡拉眼看打不过 迅速地逃离现场 拉西追上一个滑铲将他绊倒 拿起狗盆哭哭两下 跳起来一个爆扣 小卡拉害怕地跑上了天台 拉西还没有放弃追杀 哭持一拳 再来一个尔巴子 叙利狠狠一脚将他踢下十层高楼 小卡拉站起身继续逃命 拉西直接从天而降 刚好出现在他面前 哭持一拳将他送上担架 随后一脚将小卡拉送进了太平间 这群暴徒被轻松干掉 拉西是黑龙的养子 15年前 拉西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被警察杀害 因此非常痛恨警察 看到类似警察的衣服都会撕烂 家里的保安只好穿上花衬衫执情 自己的好兄弟长大想要当警察 他直接拿出原规 对着他的屁股扎了下去 拉西被黑龙抚养长大 变成了他手下头号打手 帮助黑龙在这个地区犯罪 法律在这里根本没用 这天拉西遇上了一个爵士美女 第一眼就看上了她 直接来到女孩家里提亲 女孩有个好听的名字翠花 可谁都没想到这爵士美女竟然是警察 拉西瞬间失去了兴趣 连忙开车离开 这天在路上遇到翠花 她要检查拉西的驾照 没想到翠花早已爱上拉西 直接冻上了 拉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她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 放弃对警察的偏见 自己也去参加警察考试 和自己心爱之人在一起 可能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拉西天赋异禀 加上养父的权利 很快成为了代理局长 这个男人从小痛恨警察 但为了心爱的女孩 她当上了警察局长 女孩已经乐开了花 拉西让所有人向后转 终于报了那天被摸之仇 拉西上任的第一天 命令所有警察不要管任何的犯罪行为 因为她的养父是当地最大的恶霸 在警局有拉西作为内应 更加的胆大妄为 欺压百姓 谁不服就杀谁 而拉西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中 拉西还不知道 一场重大的危机即将来临 黑龙派出数千暴徒 将一座工厂占为己有 要在这里建造大型的商场 对工厂里的员工进行疯狂殴打 赶走所有人 将这里用铁链封锁起来 突然里面的煤气罐掉落 大量的煤气泄漏 外面的人们还没有察觉到危机 一瞬间失衡遍野 到处充满了人们的哀嚎 拉西看到这一幕非常的震惊 很多人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亲人 而这一切都是拉西放纵暴徒的下场 他内心无比的痛苦 回到警局看到暴徒在欺负一个女人 他们都是黑龙的手下 女人跪在地上祈求拉西帮忙 暴徒却说道 他和我们是一伙的 女人彻底的绝望了 暴徒抓住女人的头发开始玩弄他 拉西默默地走进了办公室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他感到无比的厌恶 一拳将镜子打烂 拉西回头看到了挂在墙上的警服 这一刻他决定为民除害 女人还在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 他拼命地反抗 却没有用 就在这时 拉西杀了过来 此刻的拉西成为了一名正直的警察 暴徒的噩梦正式开始 来到养父家中 劝告他弃暗同名 但黑龙不想放弃自己打下的江山 两人在这一刻彻底的反目 拉西开始疯狂地打击罪犯 抓住了不下石车的暴徒 还封锁了黑龙的犯罪工厂 让整个城市恢复了和平 可今天拉西的妹妹结婚 不料遭到残忍的对待 此时很快传到了拉西的耳中 一场屠杀即将展开 新婚之日女人却被一脚踢开 还被重重地扇了一耳光 这个男人不知道 她可是战神拉西的妹妹 拉西得知消息 赶了过来 妹妹是她的逆龄 出之则死 看着妹妹被人欺负 她必将打死这些人 就在拉西为妹妹出气之时 黑龙派出暴徒将村民的房子毁掉 要在这里建造商品房 高价地卖给村民 拉西得知此事后 找到黑龙谈判 但她始终不肯放手 两人的关系进一步破裂 拉西在回去的路上 黑龙派人开车撞上拉西 要置她于死地 此刻拉西的心已经死了 那个养育她15年的人如此狠心 就在这个时候 段坤打起了歪主意 她是黑龙手下的得力干将 趁着两人反目成仇 现在正是夺权的时候 将黑龙的儿子无情射杀 削弱她的力量 这一幕刚好被拉西撞见 她看着和自己一同长大的兄弟被杀害 无比的痛苦 开车直接杀到了段坤的老巢 刚要一拳打过去 黑龙突然出现 看着自己曾经最爱的亲人 她还是没有下去手 哭斥一脚将拉西踢飞数千米远 看到如此情形 段坤火上浇油 对着黑龙说道 就是他杀了你儿子 我亲眼看见了 可下一秒黑龙却让拉西干掉段坤 哭斥一拳肌肉都被打变形 飞出五十米 重重地摔在地上 原来黑龙相信拉西不会杀了他的儿子 因为他们两个从小玩到大 拥有非常深厚的友谊 两人联手展开了屠杀 突然段坤拿着砍刀准备偷袭 拉西一个大跳 将地上的海王插弹起 旋转五万圈瞄准目标 朝着段坤刺去 段坤就这样去了西北 经过这次联手作战 黑龙彻底改变了想法 他听从拉西的建议 弃暗投明 不再做违法的事情 电影到此结束